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今天来看一下整个周末币圈发生的哪些事情 都是有很多振奋人心的消息,和大家一一解读 同时,我们也请出了我们的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和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呀 很高兴见到大家,希望今天你们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没有,拜拜 好,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又一飞中天了,对吧 老街石头又突破了7万美金,然后我之前预测了非常迭劲 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有Montgox这种 断除或者是这种利空消息啊,但整个市场的情绪非常健康 所以一直在涨,几乎没怎么回调的,回调,想买也买不进了 但确实还是比较早期,我个人感觉 如果有回调的话,大家不妨再买一点 以太坊比之前好了很多啊,最低在3100 大家重新回到了3300 可能是过了那个抛售期啊,过了抛售期 一飞中天的是Solana,对吧,马上要突破这一轮的奥探马 这一轮的奥探马 其他的代币却是遥遥一坠啊,遥遥一坠 有太大的表现 好,我们来看一下 周末当中发生最最疯狂的几件事情 首先就是 Bitcoin2024的大会 对吧 精彩瞬间啊 比特币2024 呃,Nashwell峰会的精彩瞬间啊 看一下,拿了一个推对吧 推得看啊,推得看啊 来总结了一下 确实有很多比较振奋人心的小生,看一下啊 首先是这个小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 他也是Independent Candidate for President,是吧 直到主备金持有400万枚比特币为止啊,这个是挺夸张的,这些行动连带影响将使比特币的估值达到数百亿,数百万亿美元 是兄弟对吧 也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好,大名鼎鼎的Edward Snowden 谈比特币作为腐败政客 这些监管者操纵的系统的替代品 给大家点赞对吧 他说,Ladies and Gentlemen 正在获胜,对吧 还没有赢,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下去 就确实啊,比特币 从一个无人问津啊 和曹根运动 现在已经站向 美国总统 未来的美国总统 要给他点赞 确实是一个曹根的顺利 好,Michael Saylor发话了 Michael Saylor啊 这个是 真的是一战争 他在人家都在狂跌的时候 他就一个自买,对吧 一个自买 但是你说他 确实有很高的 那个 对自己对未来的分析啊 充满着自信 对吧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他的钱呢 钱是投资人给他 什么投资人 股票投资人 他用自己的公司发了债券呢 因为他自己公司是一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所以他可以发债啊 发债之后呢 把这些获得的钱拿来买比特币 这个Michael Saylor 2045年对比特币的宏观展望啊 他说熊市的时候 每个比特币300万美金 基本情况 每个比特币1300万美金 牛市的话 一个比特币4900万美金 我感觉大家 想办法买一个对吧 买一个啊 说不定 在20年之后 一个比特币就在他4900万美金 就财富自由了 就财富自由了 那也无法想象啊 如果真的一个比特币达到 就算300万美金 那些早期的人 手上有多少比特币 有多少钱 非常难以想象 那游戏就可以听一下啊 好 那那个贝莱德 BlackRock 直接上最大的asset management fund 朱冠表示 ETF的买家几乎都是买入 并持有的投资者 在6个月来 BlackRock Spot BTC 只有一天出现了负流量 就是ETF的缺失大的投资人 一些养老金啊 一些什么 Firefighter 救火队基金啊 对吧 这些人都买入 都是长期的投资者 不会是买入然后抛的啊 也比较make sense 上面 好小肯尼迪 说美国税局彻底改变处理美元和比特币的交易方式 比特币和美元之间的所有交易 都是不可报告的交易 因此也不需要纳税 这个要打问号 比特币交易呢 不需要纳税吗 好 这个志兄弟我说了啊 世界 美国政府应该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比特币 Michael Siller和这个罗伯特肯尼迪junior 说美国政府应该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 国家未来在于网络空间 而比特币就是网络曼哈顿 支持美元的方式购买曼哈顿 在它价值上万亿美元之前买下它 可是啊 这些人有道理的 我美国政府他们肯定要买一点 买新的 配置肯定要配置 最终就暗示啊 特朗普将在演讲中宣布 开始购买100万枚比特币 作为战略除败资产的计划 好 这个 代夫史密斯啊 关于比特币潜力无限的精彩原理 政府所做的每一件坏事 都是因为他们控制了货币公盈 这个代夫斯密 Dave Smith 对吧 Dave Smith 好 我们的Donald Trump来了 美国将成为地球上的加密货币制度 以及世界上的比特币超级大股 我感觉他肯定要大逼一回 对吧 美国人 美国政府开始勾入比特币 他怎么搞 卡马拉哈里斯 反加密货币十字东 专军即将结束 针对你们的行业武器化结束了 针对 就拜登和 的敌人 对吧 他的政敌 那个特朗普还说 他第一天上任之后 就会解雇Garry Gensler SEC主席 特朗普总统承诺 立即关闭窒息点2.0型 政府不会在眼睁睁的看着比特币就业岗位 留票 些逃亡其他国 不管是谁给他做的准备 都让人影响 只要我还是美国总统 就永远不会有CVDC 特朗普承诺支持稳定币的扩张 比特币并没有威胁到美元 当前美国政府的行为 才是对美元的威胁 特朗普亲自喊单 送来前面亲自喊单 永远不要卖出你的比特币 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求100%的比特币 并建立核心战略国家 比特币作为储备 如果特朗普赢的大选 罗斯乌尔布里特将在联邦监狱服刑 11年后 获自由 这个 这个罗 这个罗斯是那个丝绸之路的创始人 对吧 而如果他 他 获胜之后啊 他就会释放这个罗斯 可能比特币的整片演讲还要看着 这个 这个是 U.S. Senator的第一例法 美国政府将购买比特币总供应量的5% 并持持有至少20年 如果这种是 情况发生 Sailor的预言将会成正 Sailor的预言是什么 Sailor预言就是20年后 比特币到300万美到 300万美景到4900万美景 对吧 够了吗 这是Sailor 豪言 不知道是真的 嗯 对 300万到4900万 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 对吧 大家还年轻啊 20年还等得起 所以建议大家 有机会凑齐一枚比特 这个看了之后非常的兴奋 对吧 像打了 像打了鸡血一样啊 美国人开始越越欲试啊 美国政府开始越越欲试 那其他政府呢 会不会 政府之间形成一种formal的情绪 就是担心措施 对吧 如果比特币价格真的涨上去的时候 就会担心措施 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呢 对吧 我说呢 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 比特币啊 特朗普在比特币2024大会上 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讲 现场几万名观众 情绪非常的高 给大家找了一下 做了一个视频 加油信号听 川普主席比特币大会讲话精神 总结 董王演讲的唯一目的 美国优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预言BTC市值会超越白银 接着是黄金 上任第一天 You are fired Garrett SEC主席 要搞一个比特币总统委员会 创造比特币工作岗位 No CBC Never US Go 将100%保留其拥有的比特币 不会出售砸盘 德国政府是傻蛋 No World Wars 我执政的时候 比特币涨了3900% 拜登执政50% 要是我上任不了 是就会暴跌 你们看着办吧 要用BTC来讲通胀 提了不下十次 China中国最恐怖的存在 今天你关注韭菜兄弟 China中国 提了不下十次China中国 中国政府会不会跟上 跟上 除此之外呢 可以看到其他的币都 都一般的吧 不乏一般 但是命币呢 仍然是非常的夸张 最近出来一个新的币 叫做Naro Naro 救援犬对吧 迅速成为了热命的命潮币 两天市值将近5000万美元 带单大师Ansem入局助推 这个挺搞笑的 然后Ansem进来开始喊单啊 在这种命币你知道有真假命币 对吧 有很多的同名的Naro 其中有一个大写的Naro 一个小写的Naro Ansem居然加入了一个大写的Naro的Space 开始发言 嗨 瞬间两极反转 这个 好的Naro 对吧 从7000万的市值 几分钟内跌到2000万啊 然后大写的Naro呢 暴涨 暴涨到接近4000万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KOL 说他轻仓了大写的Naro 赚了8000U 对吧 但是小写的Naro 此时已经浮亏了5万U 不过还是想着这种盘子不至于一波流啊 又抄底了100个SO 最终反弹出货 隔天晚上基本没赚钱 但避免了亏损 对吧 这个就是命的吧 命啊 大家都是一听到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就归零了 对吧 必须要有非常大的大心脏 对吧 要大心脏 要实时跟进 对吧 实时跟进 一定要用工具对吧 你手动操作肯定不行 实时跟进 很累 也很刺激 对吧 刺激 好 这就是今天啊 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币圈动态 其他还有 小猪肉这边 小爱同学这边 准备再加点功能啊 比如说 能够 就是给他一个截图啊 他能到这个图片里面发生什么的 告诉大家 可以做一些事情吧 这后续再做 当然可以 你可以直接发送截图给我 然后我帮你解释图片里发生的事情 小爱小爱 这个比特币2024的大会你去了吗 我自己没法去参加 但我可以帮你查到比特币2024大会的最新信息和亮点哦 你想知道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OK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 呃 后面我们会来讲一下这个个人助理是怎么做的 很有意思 在他的技术中 算的加功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这是犹太兄弟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小爱小爱 小爱同学 和大家说再见 你能不能唱首歌 好的 再见啦 希望你们都有个美好的一天 如果需要帮忙 随时找我哦 虽然我不能实际唱歌 但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 或者帮你找到你喜欢的歌曲的歌词和音频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人家不能唱歌啊 那以后也不能唱歌 OK 那我们先这样 下个视频见 Peace 我可以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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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唱歌